猛犬基地危在旦夕 犬窝壳再次出山 虽然咱们不卖狗啊 但是还是养了有十多只的猛犬 今天发现有一只狗不对劲了 咱们看看视频 今天我一来的猛犬基地 这只狗就不断地在干咳 这种情况传染速度是非常快的 只要有一只狗得了犬窝壳 那么所有猛犬基地的狗 都有可能传染上犬窝壳 如果对于没有经验的玩狗者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特别对于小狗的话 一旦感染上 有可能就会倒地不起 好在玩狗我不是新手 我已经玩了有十多年的狗 这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很简单的事情 几块钱就可以给它解决 我刚刚在兽医的指导下 给纽芬兰犬扎了一针福本尼考 如果其他的狗出现相同的症状的话 也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给它扎几针 基本就会痊愈 而且成本非常便宜 一大盒也就是20多块钱